南加大2015年大学部秋季班的录取率 今天出炉 今年南加大发出了 9000多份的录取通知书 由于申请人数之多 录取率创下南加大建校以来最低纪录 南加大向9050名申请者 发出了2015年秋季入学通知书 这些学生来自全美50个州 以及世界77个不同的国家 其中来自中国和台湾的学生人数排在前几名 被录取的学生中29%的高中GPA 达到了全A成绩4.0 而所有被录取者的平均高中GPA达到了3.83 南加大今年总共收到51800份入学申请 由于申请人数众多 录取率仅有17.5% 创下了南加大建校以来最低录取记录